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现在讲的是教材第三章的第二节 大标题是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 我们着重从两个考点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解 一个讲的是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内容 第二个讲的是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 所以关键词一个是内容 一个是步骤 从我们以往的学习的经历来看 内容上的一些东西 往往是需要大家一边学 一边有记忆 也就是说有抢技抢背的内容 而步骤上更强调的是理解 强调的是技巧排序的作用 好 先看第一个考点 项目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内容 我们屏上的标示是三颗星 也就是表示这个内容是年年必出 事实证明从2014年到2018年的真题试卷上都有体现 首先第一个概念 总进度目标 因为大标题叫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 那么首先我们说总进度目标 先给他做个了解 是整个项目的进度目标 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范围揽清楚 是整个项目的进度目标 他是在项目的决策阶段 大家知道项目决策阶段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是两个字定义 那顺便也就把这个总进度目标给定义下来了 因此这道题目经常的考点是集中在四个字 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 好第二点 总进度目标控制 理论上应该是谁去亲力亲为的呢 好非常明确 一种方 因为我们之前学过 一种方你是总的 你是整个项目管理的核心管理方 而且你是全阶段的 整个实施全阶段 你都在进行全面的把控的 因此总进度目标的控制 是一组方项目管理的任务 下面有个括号 如果有建设项目总承包 那么建设项目总承包方 可以协助一种进行项目总进度目标的控制 请大家注意 这个词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分量 它仅仅是一个协助 它不能包办代替 所以我们讲到 总进度目标的控制的这个任务 我们还是要钉死了一家一组方 钉死了一家一组方 如果有一组和项目总包同时出现的话 我们要选的还是一组方 因为一组方首当其冲 这个项目总包方只是在协助他 好第三论证的前提 在进行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控制前 首先要分析和论证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所以这句句子也是经常考的第三个方面 首先要分析和论证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围绕这个考点 实际上年年有考题 实际上是这三个方面的考题 要么进行组合 要么单独考 强调决策阶段 总进度目标已经定下来了 强调一组方是主要的 进行总进度目标控制的一方 而项目总包方只是协助 强调在整个项目的总进度目标控制之前 我们首先要分析和论证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如果项目的总进度目标不可能实现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了 论证下来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么项目的管理者应该提出调整项目总进度目标的建议 管理者只能给一个建议 而最后要靠谁 要靠决策者来审议 这是第一个考点 好 那么在项目的十四阶段中 项目的总进度 那么我们记得第一章 我们就要求大家熟记项目的十四阶段 是五个阶段 设计 钱 设计 施工 动用钱 以及什么 以及保修 那么我们再参加调 没有保修进度 请大家一定在笔记上要强调一下 没有保修进度 那么我们看看 实际钱我们有啊 实际我们有啊 施工 不管是施工钱还是施工 我们合并起来讲施工都有啊 还有动用钱我们有啊 好 显然我们看到增加了什么 增加了一个招标 增加了一个什么 物资采购 那这个是需要大家格外留意的 而这个只能局限在第三章里面讲 你千万不能第三章熟悉了以后 打回去在第一章里这样说 那就错了 第一章里面五大阶段 是施 五大阶段里面 实际钱 实际 施工 动用钱 保修 没有什么招标阶段 也没有什么物资采购阶段 这都没有啊 这都没有 小心为上啊 好 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并不是单纯的总进度规划 语文上一定要理解清楚这句话 并不是单纯的总进度规划 那么它包含不包含总进度规划的编制呢 当然包含总进度规划的编制 这句句句子本身有这个意思 是含着这个总进度规划的编制的 但是它更多的是设施的条件分析 更多的是设施策划 因此它这里是三个选项 如果我问你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 主要是哪些工作 一个是设施分析 条件分析 一个是设施策划 那么当然还要带着总进度规划的编制 这道题小心一点 好 那么下面这个点呢 是一个王牌 考了不知道多少次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核心工作 那么后面就是我们的考试的选择项 通过编制总进度纲要 来论证总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从以往考试的习惯来讲 可能他把编制总进度纲要 作为一个选项 也可能直接就考后面这句句子 你编总进度纲要目的是什么 论证总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因此大家学的时候要组合着学 下面这个明显是一道多选题 总进度纲要的内容是什么 那我们看到 有总部署 这样念总部署 有总规划 这样念总规划 有总条件措施 总条件 总措施 这是我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 借了一下的经验 因为最早年份的时候 我跟同学讲 我说你只要总进度纲要 只要在选项里去找 含总的那个选项 显然后来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人家一下子在五个选项中 都给你总呢 那你就无法下手了 因此现在的讲解 要求同学稍微带一点尾巴 总部署 总规划 总条件 总措施 这道题 你一定能够拿下来 因为这三个选项的话 你至少会碰到一个到两个 那就够了 一个到多选题 那就够了 好 我们如果精益求精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讲 不同深度 总子单 那么这里呢 总子 有同学说没有单啊 单它改成了一个里程碑 所以是总子里程碑 这样的话也能够 帮助我们多选择 准确的选项 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还是要记住 总部署 总规划 总条件和总措施 这是总纲要的基本内容 好 我们来巩固所学的内容 某工程采用建设项目 工程总承包的模式 则项目总进度目标的控制 是谁家的任务 那么一定强调 是一组房的任务 那么工程总承包 只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所以答案应该是B 答案应该是B 业组房和工程总承包方 再看一道题目 在项目的14阶段 项目的总进度 那这显然是考你一个理解 并且也考你记忆 因为14阶段本身 我们在第一章学的时候 是实际前 实际 施工 动用前 保修 那么再三跟同学强调了 这是第三次跟你唠叨了 没有保修进度 那么前面四个应该有 实际应该有 施工应该有 所以这里的 大家看B是实际 一是施工 像考试的时候 做题的时候 因为一要保证准确率 二要保证可靠性 三要保证这个解题进度 解题的时间控制 看到这道题 那我把B和E选完以后 我就开溜了 我就不选了 因为这道题我已经够本了 一分已经拿回来了 是吧 好 大家看项目建议书 那是什么 那是决策阶段的 是吧 是在什么 决策阶段的两大产物 一个是可信性研究报告 一个是项目建议书 所以这个显然A是错的 这个D 什么投产运行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招标工作进度 这个稍微要带点疑问 因为我们讲了 在项目总进度中间 我们允许把招标纳入进来 允许把采购 供货纳入进来 一看 这道题目除了选B 除了选E以外 还有一个人吧 C 所以最后确认下来的答案 是B C E B C E 大家看到设计钱 设计 施工钱 施工 动用钱 这些都没困难 因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增加的是招标 增加的是采购 一个是招标 一个是采购 这是在第三章里面 增加的 那么大家要及时的把它运化进去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答案是B C E 好 看第三 在进行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控制前 首先 他已经告诉你 首先应该分析论证 分析论证的目标是 是什么呢 是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所以答案是A 看这道例题稍微复杂一些 关于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说法 准确的是 A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核心工作 是编制总进度纲要 编制总进度纲要 不是他的最终目的 他的最终目的 通过编制这个以后 去达到什么 论证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A明显是 少了一句句子 我们的目的不是编制 我们的目的是看可能性 我们的目的是看可能性 B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 首先开展的工作是调查 研究和收集资料 这个没错 你首先要进行的是调查 研究和收集资料 C 大型建设项目 总进度目标的确定应在项目的 14阶段进行 这个14两个字错掉了 这个总进度目标的确定是在决策阶段进行 好 D 若编制的总进度计划不符合项目的总进度目标 应调整总进度目标 一般来说计划不符合的话 我们首先去调整的不是目标 调整的首先是这个计划 调整的首先是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D又错了 A错在哪儿 A错在我们后半句话没有出来 应该是论证总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C错在哪儿 C错是他把这个阶段搞错了 我们的总进度目标 它是在项目决策阶段定义的 D错在哪儿 D错在这个项目的总进度目标不可实现的时候 才会去调整这个总进度目标 我们进度计划不符合 我们先要改的 先要求你改的是进度计划 努力使这个进度计划去符合这个总进度目标 实在是这个总进度目标不可能实现了 那么项目管理者再提出调整总进度目标的建议 最后要经过项目决策者的审议 因此这道题目这样下来的话 我们的答案选的是B 好 下面一道题 接着工程项目总进度纲要的主要内容包括什么 我们说总啊 带着总 那么但是你要带着总的话呢 你一定要想办法这个后面带一点东西 比如说总部署 总部署 这样就比较稳当一点 比如说总规划 总 总条件 这样学就比较稳当一点 所以A C和 E 肯定是对的 那么有了总 我们再联想 总子单 我们讲过 总子 在这个里面是里程碑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词语 叫里程碑 所以这道题目最后的答案是 AC D 1 AC D 1 再来巩固一边 总进度纲要 有总部署 总规划 有止规划 还有里程碑的 这个目标 计划 目标 同时还有条件 措施 总条件和总措施 所以中上所述的话呢 这道题选的是 AC D 1 ACD 好 接下去我们进入到 这一节 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就是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 工作步骤 它几乎是年年要考的 所以我们用了三颗星的标识 14161718的界面上 都围绕这道题 这个考点出题了 好 首先我们来学的 第一步是什么 调查研究 和收集资料 你能想到吗 出题人往往在这个地方 出其不意义的来出题 而这个题 同学们无可奈何的 一定要记住 他这种题 实际上就是考你 认知和记忆 认知和记忆 我说的是比较文雅 说的 稍微五腔一点 说的 蛮横一点 那就是 背出来呀 出题就是这么蛮横 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 那收集的是什么呢 我们想到 这个总进度目标 它是在决策阶段定义的 受这个联想 我们把这个句子 就能够记住了 了解和收集项目 决策阶段的 有关情况和资料 定这个目标的时候的 有关情况和资料 至少你能够有所敏感反应的是决策阶段 这四个字 第二 收集于进度有关的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资料 这句话 看到的话 应该是不困难去选的 因为进度只是一个项目的一个方面 项目还有很多很多方面 包括组织管理经济技术 好 类似项目的进度资料 这要横向做对比 所以调查研究 可以收集类似项目的进度资料 那最后两个 实际上我刚才讲 要大家背 就是背这最后两条 因为前三条的话呢 实际上通过简单的文字的理解 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最后两条呢 必须要背的 因为不背的话呢 你可能选不好 了解的是 部署一个了解 了解的是 主客观条件 因此我们背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了解 一了解部署 二了解主客观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道考题呢 能够大致的给背下来了 大致背下来一道多选题 你能够以两个选项为基本追求 应该是没问题的 第二步叫项目结构分析 项目结构分析 这是他的第二大步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结构分析 是根据编制总精度纲要的需要 将整个项目进行 逐层分解 建立工作目录 所以结构分析的最终的归途是什么 是工作目录 工作目录分什么 分一二三级 一二三级 一级对着什么 子系统 二级对着什么 子项目 三级对着什么 工作项 这都要对起来 一对子系统 二对子项目 三对工作项 而结构分析最终的成果 三个字是结构层 逐层分解 建立各个结构层 三级工作目录 各个结构层 那么结构层最终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项目的 这个规模和特点 这是这个标题下的认识 那么这个实际上 我们已经对教材内容 经过重新编排了 把教材后面和前面的内容 是归到一块 这样从学习的角度来讲 比较容易掌握 你第二步干什么 我第二步干的是项目结构分析 那么项目结构分析 它最终的成果是什么 是结构层 这个结构层到底有多少呢 有多少层呢 我们是根据规模和特点来定的 那么具体来讲 一级二级三级对着什么呢 一级对着子系统 二级对着子项目 三级对着工作下 像我现在这样的表述 你是反反复复的 这样去阅读和理解 好第三步 也是结构分析 大家注意到 但是它是什么 进度计划系统的 结构分析 那么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是计划层 计划层 它最后得到的结果 是计划层 而这个计划层 到底有几层呢 屏幕上有一层两层三层 一层两层三层 那相当于前面目录 有一级二级三级 那么至于你分几层 最后还是要看这个项目的 特点项目的规模 那么第一层对的是什么呢 还是紫系统 第二层对的是什么呢 是紫项目 第三层对的是什么呢 对的是工作项 一定要对齐 我们刚才的三级目录 也是紫系统 紫项目 工作项 现在的三层计划 也是紫系统 紫项目 工作项 那么再强调一遍 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它的结果是什么 计划层 计划层根据什么来定 根据项目的特点和规模来定 好 那么第四个标题 项目的工作编码 那么工作编码要考虑三个不同 不同计划层 不同计划对象 不同工作 请大家注意三个不同 那么你记的时候就是编码考虑三不同 不同计划层 不同计划对象 不同工作标志 不同工作 不同计划层的标志 不同计划对象的标志 不同工作的标志 计划层对象工作 这样的顺序 三个不同是编码考虑的主要因素 好 然后在进行了两层分析和一层编码以后 我们进入到编制各层进度计划 各层进度计划相互之间是需要什么 协调各层进度计划 在这个基础上编制总进度计划 所以这个五和六又是一个梯次 先是各层进度计划 再到什么总进度计划 第七条 如果所编制的总进度计划 不符合项目的进度目标 则设法去调整 调整使这个总进度计划什么样 努力的去适应这个进度目标 如果经过多次调整以后 进度目标仍然无法实现 那么要报告决策者 因为最后这个目标是不是动 要有决策者来审议 同学们学完这八条以后呢 你顺序学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一个学你也能学得尽的 但是你怎么把它记在脑子里 第一层第一步是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从第二步开始 二和三的区别 我建议大家这样记 第一句话 先项目后进度 大家看我们的第二标题 是项目的结构分析 而第三个标题是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都是结构分析 实际上都是结构分析 他们都是结构分析 但是呢 一个是先项目 一个是后进度计划系统 先项目的结构分析 后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那么二三合在一块呢 还可以有一个规律找 是先什么呢 结构分析 我们经常讲叫先分析 三个字叫先分析 然后什么呢 后什么呢 编码 因为第四项是编码 叫先分析后编码 这是我们总结的第二个规律 然后我们看这五六 先个成 后总体 希望大家能够适当的 在熟悉内容的基础上 记住这三个先后 再强调一遍 先项目后进度 具体化来讲就是 先项目的结构分析 后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这是这个八条里面的 二和三的差异 一定是二在前 三在后 先项目结构分析在前 后进度计划系统结构分析在后 那么然后是第四条 跟二三的比较 应该是先分析后编码 先分析后编码 五六两条的差异应该是先个成 后总体 实际上进度计划系统的编制 它实际上是进度计划的编制 它实际上是由底下个成 协调好了以后 会总成一个总进度计划 好 最后两条呢 就是说当总进度计划 不符合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调整进度目标 而是想到的去调整进度计划 用进度计划来适应这个进度目标 实在是经过多次调整 这个目标还是无法实现的时候 那么要经过项目决策者的审议 才能够去调整进度目标 好 把刚才讲的内容用立体巩固一下 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 包括它给了一共四个标题 一是编制个层进度计划 二是项目结构分析 三是编制总进度计划 那你首先你敏感的看到 第一和第三 它是有一个前后关系的 一和三应该是先编各层进度计划 再编总进度计划 好 然后在编计划之前 应该有分析和编码 所以分析应该放在最前面 二号项目结构分析 当然是当能不让放在最前面 然后是分析以后 应该紧跟的是编码 所以四号尾随着这个二号 紧跟跟随着这个 这个二号 所以二四这样的逻辑 然后是一三这样的逻辑 一看第一个选项 二四一三 二四一三 那么再一次验证了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小口诀的这个重要性 先项目结构分析 后进度计划系统结构分析 简称先项目 后进度 这是一层关系 一层关系 先项目后进度 一层关系 那么 大家注意到 上面是分析 下面是编码 那么这是第二层关系 这是第二层关系 先分析后编码 注意到各层和总体 那么这也是一层关系 这也是一层关系 先各层后总体 所以三先三后 口诀一定要记住 三先三后 先项目后进度 先分析后编码 先各层后总体 我十几年以来用这个方法 教无数的这个考生 他们做这种题的时候 都非常容易的解除这个题 答案是A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这道例题 项目总精度目标论证时 应调研和收集的资料 其实这种题目啊 真的很无奈 很无奈 从我教学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力争 在教学过程中 仔细的做到 观照学员 你这个内容要细化 能背 一定要背出来 在背的基础上 你看哪几条 特别容易背的 你把它更加容易 巩固下来背出来 可是我这样苦口婆心的讲的 很少有学员会回应我 他总认为 这么烦的内容 哪会出题考啊 他认为就是 很轻松的一句句子 里面挖掉两个字 这就是项目管理的考法 早就翻篇了 这个是很早年 很早年的项目管理考法 现在出题人 无所畏惧啊 他出的像这道题目 你看18年出的这道题目 实际上我18年讲课的时候 反复跟同学强调的这道题目 我不是说我有先见之明 而是我通过大量的 长期的跟这个试卷打交道以后 我实际上已经悟出来 他肯定在这个地方 北方人说死绊子 给考生死绊子 他知道你不愿意去记 不愿意去背 他就想办法来考导你 你看我们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说我们的总进度目标 是在决策阶段定下来 所以我当我看到A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个曙光 什么呢 决策两个字 那么在我茫然无知 没有背出来的情况下 我稍微联想一下 这个选项应该有很大的取胜把握 第二条 与进度有关的组织 管理经济和技术 我们说一个好汉要有众人帮 是不是 这个生活中间理念 在这个当中也体现出来 你光讲进度 你别的不讲行吗 组织管理经济技术不讲行吗 当然要讲 所以你在讨论进度的这个时候 你把组织管理经济技术资料 拿来做参考 拿来做这个借鉴 这是应该的 所以这个 这是从这个解释上 也可以 类似项目的进度资料 我当然要跟人家做比较了 好 什么信用等级 这个没有出现 这个跟总经济目标论证 没有关系 总体部署 了解 我们背的两个内容 一个是了解总体部署 一个是了解主客观条件 这个总体部署确实有 这道题目 这样下来的话 我四个选项就敢选 那么当然我们 并不提倡大家在做这个多选题的时候 一定要做四个选项 你如果能够稳稳当当拿下两个准确选项 那已经是烧高香的事情了 那就是稳稳当当求一个平稳过渡 求一个最后能够顺利通关 是吧 这道题应该是A B C E 好 我们再看一道例题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中 属于项目结构分析的事 属于项目结构分析的事 当然是把项目进行组成分解了 而了解和调查项目总体部署 它是属于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这个步骤 C 对每一个工作项目进行编码 这是在编码步骤里面 D 调查项目实施主客宽条件 它也是在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这个里面 所以最后这个答案应该是选A 它是属于结构分析的 逐层分解形成工作目录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是 在进行项目的工作编码时 应该区分什么 应该完成什么 它这个就是颠倒的来考你的步骤 编码之前应该是什么 我们首先是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 这是第一步 然后是项目结构分析 这是第二步 然后是进度计划系统结构分析 这是第三步 按照步骤来讲 然后才是什么 工作编码 这是第四步 所以在这个工作编码 在第四步之前 应该有C D E 这三个选项 答案应该是C D E 而编制个层进度计划 和协调个层进度计划关系 分别是在编码之后的内容 实际上这个题就是 编制法来考你一个排序题 它本质上这道题还是排序题 好 我们该对这一节 做个总结了 这一节大标题叫 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首先谈的是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内容 那么强调的是 决策阶段 依主房 以及首先要进行论证 实现的可能性 然后考的是 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 从调查研究 收集资料 到项目结构分析 到进度计划系统结构分析 到工作项编码 到各层进度计划 到协调各层进度计划 以及最后形成总进度计划 这样一个过程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这是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这一节就讲完了 收集资料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